9月10日,俄罗斯总统普京日,在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说,要交换俄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,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,除了能源,就是军工产品。 这几年,由于经济的不景气,军工产品投资不够,所以,军工产品也出现了后续法律现象,但俄罗斯这几年农产品出现了好势头,过去农业也是俄罗斯的汽故,现在居然大到能向我方出口,也算东方不量西方量吧,可能俄罗斯会在地广人西的东部地区,首先进行农业开发。 这样由我们东北农民丰富的农耕经验、资金、技术的介入,一定会给两国人民带来使会,可以说用不了多久,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成就。 普京提出在远东开展经济大开发,应该是一项正确的战略举措。 近年来,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,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,边貌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和生活水平提高,俄罗斯的姑娘爱上中国小伙子也不少。 这一时期是中俄关系最好的时候,从民意调查来看,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见同度非常高,俄罗斯地广人西,西部欧洲部分,是俄罗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。 东部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,经济落后地区,但是东部地区的矿产、森林、渔业资源相当丰富。 普京九月时的海参文发表开发远东地区的讲话,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,这一方面是由于和我们关系的友好,另一方面,也是由于西方国产对俄罗斯的多方制裁所造成的。 俄罗斯要生活,要人民富足,国家强盛就必须另找出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